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很多时候 好像Sita这个年纪的女士 过来我诊所的时候 都会有鼻子更漂亮的要求 尤其是亚洲人 我们的鼻梁通常会扁平一些 或者鼻头会大一些 有蒜头鼻或者潮天鼻的现象 我们暂时用Sita的鼻子来解释 因为Sita的鼻子是很漂亮的 不用移动的 不过一般的女士 她们的要求 最多时的要求是 想要鼻梁和山根的位置高一点 因为天生出来 鼻骨没有西方人那么立体 所以这些位置可以用一些 填充物或者透明质酸 令到它改善和增高 也有很多时候 鼻头会比较圆润 有些人可能是鼻头比较多肉 或者鼻液比较阔 或者鼻孔正面网看上去 会大一些 明显一些 或者有些潮天的方向 有时可能Sita 会有些情况 鼻小柱也是比较短一些 或者没有那么明显 这些方法 都可以透过打针去改善 当然没有做手术 没有像整形的鼻手术 可以大幅度改善 但是小规模改善都可以 可以令到鼻子看上去 可能是小一点 鼻肌小一点 鼻头高一点 或者鼻小柱看上去 正面网拉长一点 或者有时我们也会用到 肉毒棍菌素注射 令到鼻液肌肉放松 令到鼻子看上去更小 另一件事 Sita这个年纪的女士 亦是最常注射的 其实就是瘦面 瘦面是瘦哪个位置呢 刚才Sita也问 她也有包包面 为什么不是瘦面 而是处理脂肪呢 其实瘦面是看 这个嘴咀肌肉 嘴咀肌肉呢 其实就是在脂肪的后面 当它咬实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个嘴咀肌 Sita就不算很大 但是很多女士 这个嘴咀肌比较大的时候 看上去就会各自口面 各自口面 看上去就会比较方些 以及不太上镜 这个位置如果肥大的话 可以考虑绝射数去改善 今天分享到这里 今天分享到这里